在湖北武汉 当地人把吃早饭叫做过早 早上七点 在上海关路附近 赶着过早的人们 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在武汉这条小吃街上 有20多家早餐店 几乎会齐了武汉的过早品种 不仅有热干面 面窝 三鲜豆皮 还有鱼糊粉 烧麦 机关饺等 我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就想着要吃那个机关饺子 早上七点多钟就过来了 排队 起码有三十多个人 才吃到 吃的口感好香 在这家仅有两三平米的店铺外 等着购买机关饺的时刻 已经排出了十几米 据店员介绍 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 售卖到中午结束 一般卖出去七八百个 周末的时候卖得更多 牛肉面 汽水包 糯米包 油条 食客们有的买完边走边吃 有的就在树荫下的小板凳上坐着吃 不长的小吃街不仅受到本地人的青睐 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会有那种生活的契机 可以在屋里边吃 可以在那边坐在板凳上吃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舒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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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